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盘棋是2014年9月份进行的第二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的第二局 这盘棋由黑方朴丁环对战白方柯杰 昨天我们是欣赏了这个半决赛的第一局啊,柯杰获胜,我们再来看这一盘 这盘棋开局,黑棋错小木,白棋新小木,无右角 然后大飞挂,现在的这个挂角就比较少见了 因为让黑棋直接这个小尖守一下,黑棋还是非常实惠的 白棋高拆,黑棋再挂,之后小飞守脚,黑棋高打入 那这个低打入,高打入的区别就是取实地和取外势的一个差异 从这儿打入,白棋靠牙,黑棋如果说这个 长一个,那就直接往前爬,挖一个更狠 当然挖一个跟这个针子有关了,白棋可能底下断打之后 上面能不能针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实战是高打入 白棋拖过,黑棋长完之后,贴回 白棋再飞 因为这个地方不飞的话,被黑棋搬下来非常严厉 白棋无法应对 黑棋拆边连成一片,白棋再手脚 这盘棋可以看出来这个科捷布局啊,也不着急 先让你底下扩张,然后再进来 黑棋跳一个之后,白棋打入 黑棋也是采取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攻击方式 实战呢,往左边尖冲,先把白棋给压缩 长一个之后,白棋拐头 然后黑棋再跳 之后白棋二路飞,做根据地 这个地方黑棋碰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下法 白棋如果说斑的话呢,黑棋单长 这样先把这个右下的这个眼位啊,给白棋破坏掉 然后从两边开始搜刮 实战白棋直接立 这个棋呢,也并不怕黑棋扳头 因为首先啊,白棋想直接做活 飞个就差不多活了 除此之外呢,白棋这手断 也很厉害 那黑棋要撑的话 白棋可以打吃从中间冲出去 黑棋如果说先虎一个补断的话 那白棋就打吃转身 你冲断 他可以先打一下再提 外边断的话 白棋打吃还可以再冲 这里黑棋也不太能挡得住 并且白棋随时抵下一虎 原地活棋 实战呢,黑棋是选择飞个 把自己给补好 白棋搬出,黑棋单成 下一手棋,白棋小飞不断 之后黑棋点脚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白棋冲,黑棋搬头 这里定型的话 白棋如果说搬断下来 沾上,那黑棋二路飞 脚上已经活棋了 白棋这一整块棋都不活 并且想要在底下联络也是不可能的 白棋如果说拐头 黑棋可以肩顶 打吃的话,黑棋再跳 可以确保这个棋型的完整性 白棋左下呢,没有活干净 底下被黑棋肩顶到这一下 也严重影响白棋下方的眼位 两块棋要被黑棋缠绕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也就不搬了 先在左边尝一下 那白棋不搬 黑棋就虎一个 底下彻底联络 之后白棋冲完之后夹 这里呢 也需要一定的这个计算 白棋夹在这儿 肯定是不怕黑棋冲断的 因为白棋一断 黑棋这两颗子 性命堪忧 你要是这样拐头 那白棋常在这儿先手 因为黑棋不可能从左边打 从左边打这一冲 黑棋烂掉 你要是贴回的话 白棋直接扳头 断打沾上 再打再长 黑棋再爬 白棋再长 里面黑棋也是无法做活的 跟这个白棋 左下角对杀 那很显然 黑棋的气也不够 所以说白棋这一夹 黑棋还是要取外事 虎一个 白棋打 黑棋也没有着急沾 这个地方因为以后 保留这个反打的权利 反打 然后再打吃 形成一个结枕 要把白棋给包住 如果说你直接沾的话 那就没有任何的变化了 白棋 挺头 这个在三四线违控还是非常愉快的 所以说黑棋也是不想着急卖掉这里的味道 实战 朴廷环选择往底下去冲断 非常直线 非常直线的一个攻杀 接下来 柯杰也是秀出了一双手精 先打 等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这一挖 可以说非常之妙 黑棋现在很难应对 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黑棋这样拐出来 这个是中计的 这个变化图 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再贴住黑棋三颗子 直接死掉 如果说黑棋从上边打 那白棋断一个先手 跳架 黑棋断打 冲出来 白棋可以翻打滚包 之后呢 白棋再扳个头 黑棋底下得补 这一团必须要连回去 白棋外边随意出头 这样白棋也就这个 简单之孤了 如果说黑棋从下边打 那白棋可以长 冲断仍然不行 那这个地方先被白棋断打以后 底下有一个这个断吃 如果说黑棋单拐的话呢 白棋粘先手 脚上这里搬一个 虎出去 黑棋右边这三颗子 也无法联络 外边的棋太紧 这样仍然是拿捏不住白棋 所以说这手挖 可以说非常亮眼 实战呢 黑棋就 右边补齐了 先搬一个 顶住 黑棋所期望的就是 如果说白棋打一个 那黑棋就可以往底下打吃连回 因为黑棋右边啊 已经这个联络完整 这样双方形成一个起始转换 黑棋连右边 那白棋就打出去 然后再从底下立 这样先把这个黑棋的空里面挖掉一块 白棋满一座火 黑棋吃住右边这三颗子 然后因为白棋这个 边上这一块还没有安定啊 所以说直接从这 打吃活针冲出去 黑棋沾 白棋沾 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先手转换 从胜率上来看呢 仍然是一个五五开的局势 因为双方所获得的这个目鼠啊 其实都差不多啊 下一手棋 黑棋往左边单长 还是想要把这里走后 白棋底下压出去 这一堆残子呢 白棋不想放弃 一方面是要把黑棋中复的这个空啊 给他打穿 另一方面 瞄着黑棋右边这一串 还没有安定 黑棋扳头 白棋反扳 先手 黑棋沾 再来一个双虎 那这里就要形成这个两块棋对攻了 黑棋长一个 白棋飞 黑棋再跳 白棋跟着跳 这样对比起来的话 这个白棋出头显然比黑棋要更加的宽敞一些 黑棋再往前跳 白棋跟着跳 右边断开 白棋拐住收器 再一碰 两边分别做活 下一手棋 黑棋单长 是不给白棋借用的一个下法 白棋如果说贴住的话呢 刚好被黑棋扳二字头 那这个地方就很难受了 你再想把黑棋扳断 外边啊 可能扛不住 被黑棋这里来一个铐断 白棋就不好办了 打吃的话直接冲断 长的话 上边这三颗子要被黑棋给贴死 实战呢 白棋来一个跳 这个棋啊 也是想这个 对黑棋的联络造成巨大的威胁 黑棋冲一个 白棋单退 这里呢 看上去是个裂性 好像黑棋穿一个像眼 白棋很难啊 冲的话挡住 断的话 这个黑棋就直接 站回家了 这样白棋两边 气都紧 但是呢 如果说黑棋穿像眼 白棋有一个反穿的妙手 当黑棋沾上的时候 白棋再来中间冲断 这里黑棋是无法应对的 中间这个断要补 但是底下的这块棋跟白棋右边对杀 显然杀不过 所以说实战 黑棋选择穿出去 小肩 白棋拐头 黑棋断吃 继续破眼 白棋跳刺 先手 上面靠出 这个局面呢 是白棋两条大龙 跟黑棋这一条龙 纠缠在一起 之后黑棋中间 先点刺 破坏白棋的眼睛 再冲一个 继续破眼 不过这手棋 马上就遭到了柯杰的反击 实战 柯杰右上角一扳 黑棋扳断 大石 站上 白棋再往外边冲 这个地方黑棋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用墙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直接被白棋 给干碎了 比如说黑棋往这冲一个 破眼的同时 要连回家 那白棋脚上长一个先手 拐头先手 利用这里的棋子 紧住黑棋的气 然后再沾 上边这里黑棋跑这颗子的话 白棋冲出去 黑棋其实是挡不住的 因为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 沾 你这个棋筋不想死的话 那只有拐打 爬一个长棋 白棋可以再扳头 这里黑棋动不了啊 你不能随便打 随便打白棋 这个打尺先手 直接要了黑棋 上面五颗子的命了 那你只有二路 直接搬 白棋 沾上 像白棋 上面这四颗子 还没有死 以后这个排一个 打尺 还有这个夹 坐眼成器 要反杀 黑棋上边 交换完之后呢 这边还有个跳架 除此之外 白棋简单断打 就可以把大龙连回 黑棋右边这里 还牵了一手脚 这样作战 黑棋也不利 那如果说这个黑棋 在白棋冲的时候 小尖 想吃上面 也不现实 因为白棋 首先尝出来之后 是个先手 黑棋右边 马上得补 白棋上边 打吃完之后 二路搬 再来一个二路夹 以后这个上边 补断 也是先手 这个脚上活棋 外边大龙跑出去 那黑棋直接落空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就不能用墙了 直接往脚上 单提一个 这样的话呢 这个先把脚上 给完全补好 白棋沾上 补断 黑棋贴住 下一手棋 白棋提掉 那右边大龙 已经活了 黑棋中间 尝一个 白棋继续 冲完之后跳 这个地方呢 白棋断打 也是一种选择 可以把中间 先安定 但是被黑棋 往四路跳一个 右上的大龙 会被搜刮的 比较惨 白棋要想活的话 二路虎一个 他刺一个 爬一个 挡住 右边 小尖 做活 那黑棋 再往中间 这里 敞一敞 黑棋 也是变得 比较厚了 白棋 如果说 这个上边 拆边的话呢 以后黑棋 还有中间 翻打的 这种破眼 很有可能 再去强杀 白棋 你要是这个中间 补一手 那被黑棋 比如说碰一个 无右脚 上面又能成空 这个是白棋 不太能满意的 实战 白棋 跳一个 继续捞空 黑棋 中间飞 压缩 白棋的眼位 白棋 打持 黑棋 肩顶 再次破眼 白棋 挤一个 先手 右边冲 先手 联络 这个地方 黑棋 也是 有一些抢手 如果说 你想直接 把白棋 给 闷进去的话 那就是挡住 白棋 提掉之后 打持 但是也会 有风险 因为被白棋 上边 断打完之后 贴住 黑棋 这一串 大龙 也被白棋 封进去了 并且 这个白棋 上边 自然成空 中间 这两条龙的 对杀 黑棋 只能先去破眼 但是这里的 气也不太好紧 你贴住的话 白棋 再贴住 再长 外面也能 多出来不少口气 这个 里面的 攻气一堆 那这样的话 大概率 就形成一个双弧 走成双弧的话 黑棋 肯定不好 因为上边的空 就白白损失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 黑棋是 现在 四路靠 不断 白棋 如果说 就非常无脑的 搬完之后 挺头 这样去 违空的话 那黑棋 再往中间 贴住 提掉 再挡住的话 黑棋 单方面的一个屠杀 白棋危险 所以说 这个棋 黑棋往这一靠 白棋动不了 只有从中间 继续突围 至于 右上白棋的 大龙 显然还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黑棋 要是搬 另一个破眼的话 白棋坐眼 活棋 这个看得清清楚楚 实战 黑棋长 白棋 挡住 那外边 还有个半段 所以说 黑棋战胜 白棋 往中间 飞 继续坐眼 黑棋 小尖 白棋 顶住 补掉几家的 断打 黑棋 再胡出去 之后 白棋 再往回一顶 这个地方 留了一个几段 白棋 已经安定 下一手 黑棋 右下 挖 挡住 先把脚控 给收起来 这个地方的 这个棋 白棋 必须得补 你不可能 跟黑棋 去打结 白棋先提结 黑棋 碰左上的 无右脚 把这里定型之后 再提 白棋 只能无条件的 拐吃连回 那这盘棋 下到这儿呢 这个局势 仍然是 非常的焦主 双方 这个 形势 非常的接近 下一手棋 黑棋 左边 拐打 把白棋 的边控 给破掉 白棋 提一个 先手 中间 直接 挤断 这三颗子 大龙活棋 下一手 黑棋 往底下去 立 白棋 如果说 挡住的话呢 这个对于黑棋 脚上完全没有威胁 这也是活棋 实战 虎一个 更好 黑棋 如果说 拖签的话呢 很明显脚上 有一个跳完之后 这个渡过的先手 这里还有通 先手搜刮 所以说 黑棋 选择挡住 白棋 外边 点刺 先手 脚上 一路扳 先手 黑棋 再用 下一手棋 白棋 往上压 之后 黑棋 来了一个 一路点 这个棋 是一个局部守经 但是 威胁不到 白棋的 性命 白棋 这儿有一个 道铺 所以说 打吃 黑棋 断打 白棋 提 下一手棋 黑棋 继续打 白棋 反打 提结 战胜 这个地方肯定是活干净了 黑棋 如果说 掐眼的话 先不考虑白棋 右边还能坐眼 这个地方 直接打吃 接不贵 那这个地方 告一段落 接下来 黑棋 回到左边去搜刮 先来一个二路飞 然后这个地方 柯杰的计算 可以说是 滴水不漏 并没有跟着 黑棋的这个步调 在左边去做活 而是先往 左上角去搬 黑棋 反扳 白棋 断打 这里呢 黑棋 肯定是不可能 跑这两颗子的 不然的话 被白棋 反打完之后 再沾 黑棋 两边 都不活 你总不能去 扳这个 打结果 那这个完全 就是白棋的 无忧解 所以说 这里断吃之后 黑棋 只能放弃 两颗子 被白棋 提掉 然后黑棋 再来一个 左下角 补一刀 二路飞 白棋 丝毫不慌 因为已经 瞄准了 黑棋外边的 保卫 先断上去 黑棋 提结 白棋 上边 这个时候 黑棋 中间 整条 巨龙 还是不活 你要 消解的话 被白棋 再来一个 飞风 那黑棋 彻底 死掉 这个显然 不行 所以说 黑棋 要 跳出 白棋 贴住 分段 黑棋 下手棋 黑棋 往上挤 这个是 比较 简明的 一个 活法 因为白棋 要双打尺的话 黑棋 也有个双打尺 可以先手作严 这个地方 基本上 是没有什么问题 接下来 白棋 提结 然后 黑棋 应该是 出现了一些 误算 黑棋 找的 劫财 是哪一个呢 是上边的 这一手 粘 把这个 接不归 给补掉 这一手棋 看似 黑棋 好像还是要 威胁白棋 右上的 这个联络 右上的 这个生死 肯定是 希望白棋 团住 这样去做活 然后黑棋 再提结 但这里 黑棋 出现了 计算书 白棋 右上大龙 是不用补的 实战呢 柯杰 把左边 这个杰 一沾 因为黑棋 如果说 右上去 掐眼的话 白棋 做活的方法 有很多 也可以选择 这个虎 这个是后续 实战的下法 也可以走 这个二路肩 黑棋 要是大伸腿 破眼的话 那白棋 可以冲一个 挡住 这个马上 有一个打 吃再打 黑棋 站不上 气太紧 黑棋 得回吃 这三克子 那白棋 连续打完之后 再一站 这个地方 第二只眼 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说 这里白棋 是可以活的 实战呢 黑棋 往左边 联络 这里的白棋 想活 马上打吃 就可以活了 其今 立马就吃通 但是呢 黑棋 可以回到 这个左上角 边做活 边受控 实战 白棋的下法 更为的凶狠 直接往二路点 不给黑棋 那黑棋 也不可能继续跑 你也无路可逃 这个地方活不了 那只有补外边的段 白棋 挤一个先手 再班 要跟黑棋 对杀 黑棋 大伸腿 但是这个里 显然是回不去的 白棋 靠段 黑棋 外边 假一个是手筋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不起作用 白棋 直接冲完之后 半断 黑棋 断打 如果说继续往二路 打持的话 那只能做出来 后手一只眼 这里被白棋 打一下 挡住 里面的黑棋 想跟这个 左下角的白棋 对杀 这个气 显然是差远了 杀不过 所以说走了半天 左边这个结针 黑棋在上边 二路找了一枚 瞎结 导致 左边被白棋 直接反杀 那黑棋 已然不行 后面黑棋 还是支撑了几步 先往右上角 掐眼 白棋 做火呢 选择的是二路虎 这样也行 黑棋 冲一个破眼 白棋 在乎 几个 最终白棋 沾上的时候 黑棋认输 因为这里 已经非常的明了了 黑棋 冲的话 白棋 沾 你点进来 破眼 白棋挡住 爬回的话 白棋团住 先手 再一打 那很明显 黑棋这三颗子 就连不回去了 气不够 这样的话 黑棋的时空就差远了 那这盘棋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一直下到左边这里的这个定型啊 双方的局势 都很难说 但是黑棋的问题就是在上方找了一枚瞎节 导致左边被杀 然后右上的白棋 简明火棋 黑棋瞬间崩盘 好 那这盘棋就给气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的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气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